我們回到牌桌 鏡頭給到我們的Danny Tom 在槍口的位置拿到了一手非常強的Pocket Knife Pocket Knife 一手口袋對九 在二十多個大忙的情況下 應該是一個可以OpenCoin的一個騎士手牌 你拿到這裡就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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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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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選擇做了一個六萬的加注 你拿到Vienna航空間嗎? 我們的Keybos 在忙住也是有一個不錯的Jack Queen 可以看到他果然是在大忙外 有一手非常好的勾圈雜測 進行了一個跟注 比起三個小時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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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翻牌對 我的Danny 並沒有說到非常好 兩位玩家都沒有紅桃 都沒有任何的紅桃保護 他們面對一個五萬五千的持續下注 選擇了跟注 哇 超車回來了 但是這裡轉牌 雖然擊中了一張set 雖然擊中了三條九 但是兩位玩家 依然是沒有紅桃的 那這邊Paknice擊中了三條 我覺得是可以下注的 我覺得還是可以下注 那因為對手有我紅心 當然會更多 那因為對手覺得對手有NAS 可能也不一定會選擇 O-1 所以我覺得我可能還是會選擇 下注這個轉牌 那當然被O-1的話我可能會蓋掉 那我覺得我會下注轉牌 希望可以Riverge來一個 可以便宜的check 來修到 那當然如果中了葫蘆的話 我會繼續打 那我覺得這邊就是check吧 可以直接修到可以直接開牌 如果轉牌沒有打的話 合牌沒有補到攻隊 這裡的確是可以強行修到的 這裡其實攤牌價值也是滿高的 也是足夠 如果強行拿一手這麼大的一手 攤牌價值的牌 做下注的話 哇這裡 這個極限value 你好難得到 比自己弱的牌的跟注耶 好難喔 這裡雖然對手的確是比自己弱的牌 是啦 可是這個bet有一點點 成牌轉bluff的感覺 也不算 我覺得他是想要valuebet 我覺得這裡不太像是valuebet 我們待會賽後可以問一下 問一下Danny Tom 他這裡的考量 如果這裡是valuebet的話 他對對手的範圍也抓得太過窄了一點 我是覺得很奇怪 因為這不太像bluff啊 因為他的牌已經有很好的攤牌價值了 哇 極限價值下注 這個都行 這個都行 這是屬於靈魂上的賭牌 他是如何確保 如果他這裡是價值下注的話 他是如何確保對手的範圍裡面 沒有一些小的花呢 這個也是我比較好奇的一件事情 我相信他是價值下注 可是我不知道他的原因會是什麼 可以去請教一下 因為如果假設隊友真的有紅心真的跟了 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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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起來就會變非常奇怪 我傾向於猜測 他這裡是成牌轉bluff 因為對手的 這個 flop的過牌跟出範圍裡面 可能是有一些 不只是一起來 應該是有大量的紅套吧 我會不會看到 你會不會看到